生活不容易啊 但是日子就是这样要过呀 我觉得我们可以落到生活细节的实处 去有转变 首先先生 酗酒 你还抠那个钱 什么这个儿子生病五千八千 我们要不要回去路费的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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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再怎么做的高尚 始终会被对方所牵挂 他说他不想拖累你们母子俩 质疑要跟你离婚 事实上到了后来 他依然是跟你在一起 你一直在支撑着他的事业嘛 所以咱在婚姻当中 咱们就做一个凡夫俗子 谁也别说 我不拖累你 你也不拖累我那种话 夫妻在一起过日子 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男人 和平常的女人在一起 同甘共苦 你为我着想 我为你着想 就像你现在甭想着 什么是不是会拖累他 是不是我要挣多少钱 给他们怎么样的生活 他其实现在要的 可能就是一台袭击 可能就是此时此刻 你对他的态度 你做好这个就可以了 而对于你来说 你也别种想着 把这个男人的自尊给维护好 把自己的男人能够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他就是个凡夫俗子 他所需要的 就是你对于他的支撑 无论是当年做小卖部 乃至于到长州去打工 真正在经营能力上和工作能力上 你是比他要强的 你也不得不承认吧 其实一直以来 他是你的精神之症嘛 对 所以咱就别撑着了 在这方面 咱不如老婆就听老婆的 没没明白 该回家就回家 好不好 患难夫妻不容易 好好顾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